今年的上海车展 国产车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在向豪华和高级靠拢 但也有一些品牌还在走平民化的路线 比如说五菱 除了红光迷你EV敞篷版之外 五菱的首款银标SUV五菱星辰 主打的也是老百姓的第一辆车这个定位 星辰此前已经在工信部申报过 但实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质感 首先整车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清爽 有些运动但又不明显 尤其是车身的侧面 虽然尺寸不大 也没有夸张的线条 但却干净利落 车头的风格同样也很简约 非易式的LED日行灯 全LED大灯科技感都不错 银色的50 logo也很耐看 车尾虽然也没有复杂的设计 但简单的尾灯点亮以后效果依然不凡 整个车身的气质确实有点星辰的感觉 深邃而不张扬 这种风格确实很适合工信家庭的第一辆车 不过本次车展没有能够看到星辰的内饰 动力方面已经基本确定就是50的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149马力变速箱 或为6MT和CVT 星辰的定位其实很明显 就是入门级的紧凑型SUV 但它的轴距有2750毫米 车内的空间应该不错 而且预计该车不久就会上市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台10万以内的SUV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武林星辰